大家好,我是乐浪信啊 下午四五点钟啦 那个太阳还是非常的热,非常的晒 然后呢,本来我是准备等到下午晚一点 继续出发往躺仓了 后来呢,阿宝呢,见我太热了 担心我和狗狗中暑啊 所以呢,他就决定问朋友借了辆卡车 然后直接把我运到一百二十米以外的那个躺仓那边 到那边就不热了 阿宝来了,阿宝借了这辆卡车 哦,好了好了,那个行李都放上车了 来吧,Lana,乐乐,小黑,我们上车了 好了,带着三只狗狗都坐上车了 Lana,还有小黑,小黑,还有乐乐 哎呀,乐乐 好了,出发了 好,不要游了 没想到 那么,热到口水都滴出来 还好,有你开车把我载到一百二十公里的躺仓 那就凉爽很多了那边 二十几,二十八度吧最高还是 对,差不多 那也不游了,现在是三十四度了 现在,农南,甘肃农南五度的海拔是一千米 然后我到躺仓的海拔呢是两千米 现在就是慢慢,在这两个钟头的路程呢 慢慢见证温度由高变低的一个过程了 这个感觉还是挺神奇的 这个感觉还是挺神奇的 好了,到炭仓了 然后,就让浪浪帮我看车吧,看行李 然后,我跟阿宝去吃饭了 浪浪,浪浪,我回来了 谢谢你帮我看行李啊 有没有少东西啊 谢谢浪浪,帮我看行李 我给你带了好东西耶 那个剩菜剩饭 好东西啊,有用的 好了,吃过饭之后 然后,现在也是下午六七点了 然后,我的车也拿下来了 好了,阿宝现在回去隆南了 送完我之后,他就回去了 然后,现在我就要赶快地在躺仓这边 找个扎营的地方了 现在已经天黑了 我还在找那个扎营的地方啊 然后,上只狗狗陪着我 要快点找地方休息了 找到一个公园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在路边的公园 也不能说是公园 应该是一个废气调的公园 没有人管 然后,这里有个很大的空地 我可以在这边随便扎营 都不会有人干 好了,帧房已经搭好了 然后,给狗狗装了水 然后,也给狗狗吃了那个东西 这下糟糕了 我刚刚,放开了烂烂和热热 还有小黑 然后,为他们吃完东西 我准备收拾进帐房了 然后,他们跑远了 我就过去追了 但是,小黑越追越跑 现在麻烦了 现在小黑不知道去哪里 现在那么黑,我怎么找他 叫他 小黑跟热热热热不一样 热热热热可以听指令 然后,刚刚我放开他 然后,他就跑了 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 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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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找不到 这下找不到 哎呀,这糟糕了 太糟糕了,这回 唉 担心死我了 担心死我了,小黑 自己会回来了 吓得我啊 我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刚刚去找你来了 乖乖乖乖 会回来就好 不要乱跑嘛 害得我找你找得那么辛苦 好了 进去睡觉了 嗨